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来给大家讲一下 葡萄牙最近的房价是我们几乎所有葡萄牙的华人 包括很多不在葡萄牙的华人都关心的问题 2021年第一个季度的房价生长比例终于出来了 OK,现在我们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首先呢,来看一下里斯本,葡萄牙的首都 然后在里斯本的情况比较奇怪 然后里斯本一共有9个区 那么有2个区的房价继续增长 这两个区是哪两个区呢 实际上就是市中心拜下那一个地方 然后和那个玛丁姆尼西所在的两个地方 然后这个两个区的名字 一个是Santa Antonio 还有一个是Santa Maria Mayor 就是这两个区分都是市中心的 在步行街和那个后面的 步行街后面那座山 就是里斯本最中心市中心的地方 然后这两个地方的房价是怎么一个生长的方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根据国家数据委员会的报道 然后在这两个区分里面的房价 它其中Santa Antonio的这个区分呢 涨了31.9% 那么就是去年同期 就是2020年的第一季度 比的话 它已经增长到了5914 就是大家知道 再掰一下城区的平均房价 是5914欧元一平方米 That's a lot of money 里斯本整个城区里面 只有两个区分在讲嘛 那第二个区分是Santa Antonio Santa Antonio呢 就是相当于那个白火鳗图 也是市中心后面那座山上 就是爱马仕垫在的那个区分 那它的生长率呢 比那个步行街那块的区分 增长要少一点 是增长到了 是增长的百分比是12.4 那么已经增长到了 5544欧元 其实就是相当的厉害的一个增长区 OK 但是呢 里斯本就是比较奇怪的现象 就是除了这两个区分以外呢 其他有七个区 七个区的房价都在跌 那么看一下这个房价跌的一个情况呢 跟去年同期相比 我们很多中国人都住在四伯园嘛 先看一下四伯园呢 跌幅是3.9%和去年同期比 那么然后呢 就是Avnida Dishnovich Avnida Dishnovich呢 就像是共和大道啊 然后那个巴西大道这些地方 的跌幅是6.3% 那么然后呢 还有就是Arruda Arruda就是皇宫后面在那个地方 那么跌幅是6.4% Algandra的跌幅是5.2% 还有呢 就是Gambod-Orik 就是Amrelas那些地方 跌幅是3.8% 然后在Marvillia 就是比世博园比较近的地方那一块呢 就是后不是现在有一些新的房产 收的一些很大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破旧港口那个区分 然后跌幅是2.2% Misericordia Misericordia是哪个地方呢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一个山上有个城堡 就是在贝伦后面那边山上有个城堡 那边的跌幅是1.2%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相当于是持平 但是稍稍有跌幅的就是本费卡区 跌幅是0.6% 所以呢 就是里斯本区分的情况 在疫情就是这边疫情 近一个季度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是看着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指标 那么其实看起来呢 它涨幅如果是相对比来讲的话 里斯本的9个城区里面 那两个城区的涨幅是很大的 但是呢 这其他的7个区分的跌幅实际上是比较小的 这些所有的跌的里面 跌的最厉害的呢 就是跌的最厉害的三个区分的 一个就是Arruda Arruda就是比较 确实是比较偏的 在里面也是在山上 然后再一个区分的就是市中心 反而就是市中心的这些什么自由 不是自由大道 然后就是共和大道啊 然后那个大学城那附近啊 跌了6.3% 6.4% 6.3% 然后还有一个跌呢 就是世博元的区分 因为世博元之前长得很厉害 现在世博元跌了3.9% 那么就是倒数第三米 倒数三米都是跌的最大的呢 就是这三个区分 所以你整个看起来呢 里斯本 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效应吧 大家还是就是在疫情期间呢 就是把信心都放在了更多的这个市中心的部分 而市中心相对的其他的就是旅游区 然后还有最沉重性的部分呢 房价是涨得很厉害的 你想它的涨幅一个是31.9% 另外一个是12.4% 所以在这两个区分里面的房价是涨得很厉害的 那其他区分呢 那其他区分呢都是稍稍有跌 所以应该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期许值吧 对于未来的投资 可能它在跌一下的时候呢 我觉得应该会反弹 就是根据葡萄牙的这个方式来讲 现在渐渐的开始经济复苏嘛 然后还有银行的贷款利率啊 慢慢都在往下降 所以应该有一定的复苏 在下一个季度看的话 我估计所有的区分都会渐涨 而且尤其是这些已经跌下去的区分 接下来应该会涨上了一些 就是我个人的感觉 然后再看一下布尔图 你说布尔图呢 就是一线飙红 全线飙红都是在往上涨的 布尔图整个区分的 跟去年同期相比 它的房价是增长了16.6% 就是全部 对刚才再补充一点 里斯本城区 如果说就是把这个 所有的涨幅和跌幅 一起来计算的话 那么对于整个里斯本来算的话 它也是涨的 里斯本平均算起来 因为它那个涨的量也比较多嘛 平均算起来的话 它的增长幅是10.7% 就是全程平均来讲 那么具体具体的每一个区分上面 是两个区在大涨 然后其他的区都相 就是在微跌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里斯本的整个区分来看的话 是增长了10.7%房价 然后如果你要是看波尔图的话 那么波尔图呢 就是第一个季度 2021年的第一个季度 和去年同期比呢 是全程平均上涨了16.6% 然后波尔图的平均房价 就是整个波尔图城区的平均房价 是2142% 看在波尔图的 所谓的花魁 涨的最多的区分呢 就是San Nicola y Victoria San Nicola y Victoria 应该 我读到波尔图 确实不是特别的熟悉啊 里斯本我比较熟悉 因为我都住在里斯本嘛 但是波尔图的这个San Nicola y Victoria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Correct me if I am wrong 应该就是 在那个San 就是波尔图的那个 火车站附近那个区分 就是市政府 市政广场前面那个区分 应该就是San Nicola y Victoria 所以这一点 我波尔图就不继续详细地讲了 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 避免给大家去错误信息 但是这个区分 应该就是这里 我说的涨得最多的 它是涨了22.8% 而且波尔图是每一个区分都在涨 它并不是说 像里斯本一样 有些区分涨 就是大部分的区分都在跌 只有两个区分在涨 波尔图呢 是每一个区分都在涨 因为为什么 波尔图的 它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波尔图的房价便宜 现在波尔图 它即使是涨到最贵的 这个区的房价 也才2500块钱 2500块钱跟里斯本比的话 那简直就是 里斯本刚才我们说了 在步行间这个区分的房价 已经涨到了5914欧元一平方米 那实际上的意思就是 6000欧元了 基本上就6000欧元一平米了 那么你看 波尔图房价最贵的区分的话 2500欧元一平方米 那么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感觉波尔图的房产的上升的 空间还会更大一点 所以说如果是从投资的角度 来做考虑的话 那么可能波尔图的房产更值得投资 不管是从增值 还是从它上升的这个环节来看 当然波尔图的人口是比较少的 而波尔图的气候环境 也没有里斯本这么好 因为波尔图相对来讲 是比较冷比较潮湿 从旅游的角度上面讲 里斯本吸引的这个游客是更多的 或者是吸引的外来的这个流动量 是更大的 但是你也保不准 波尔图是普特亚的第二大城市 我们第一大城市是6000欧元一平米的房价 怎么样波尔图现在才2500 我估计涨到个3000、4000呢 应该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希望看的话 可以去看看波尔图的房产 里斯本呢 现在是 就是我来最后总结一下 里斯本是一共有9个区 7个区在跌 两个区在涨 这两个区呢 就是步行街的区分 就是白下那个区分 和白货凹凸那个区分 就是如果大家就 华人应该比较熟悉的 爱马仕在那个区分 和步行街在那个区分 自由大道那个区分都在涨 然后就是步行街和自由大道 那个区分涨了 涨了百分之31.9 那么然后那个爱马仕在的那个区分呢 就涨了12.4 然后其他的各个区分都在跌 那么跌的最厉害的区分是Arruda 然后第二个就是Avnita Dachinova 跌了6.4 分别是6.4和6.3 然后呢就是士博元 跌了3.9% 那么就是里斯本的情况 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呢 里斯本的房价是整体上升了10.7% 因为它确实上涨的部分 上涨的比较多 整个平衡一拉的话 整体来讲的话 里斯本的房价还是在上涨的 然后就看布尔图 布尔图是全线飙红 一路上涨 总共的上涨的比例是16% 整个上涨的比例是 16.6 然后涨的最高的区分呢 就是火车站 布尔图火车站和市政厅所在 那个区分 叫做San Nicolai Victoria 然后呢上涨的比例是22.8% 它其他的几个相对来讲 还有杜罗河这个区分呢 上涨了就是河边那个区分 上涨了15.9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做 Massariel 根本就不知道在哪了 是上涨了19%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地方在哪 因为布尔图确实不是很熟悉 布尔图呢 现在最贵的地区的平均房价是2500块钱 里斯本呢 最贵的地方的平均房价是5900块钱 OK 如果说这个消息有帮助到大家的话 点赞点赞 关注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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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